我最近上次沛田羊破千讚了 我們就拍一個體驗的內容 裡面的畫面啊 然後可能再多觀看一點 我們就再拍一個那個 洗的那個感覺 本集和日本第一風俗集團旗下子公司 東京風月樓合作 看完今天影片有興趣鬆一下 可以掃畫面上QR Code 聯繫 或者Google搜尋東京風月樓 置頂留言也有官方網站看女孩資訊 大家好 我是劉仁靜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日暮禮站 大家知道吧 這個我也是要環遊世界環遊日本 那我們全日本全世界的紅燈區 都要給他去過一次 之前有拍過飛田等等的嘛 今天我們來體驗一下 我之前第一次體驗的地方是在沖繩 就是泡泡浴 不過那個感覺是一個普通的 那我們今天有約了這個泡泡浴的高級店 那就是從這個日暮禮出來之後呢 往這個東口這邊前進 而且呢 會有這個專人的接送 所以我們就直接去找這個專人 我們跟上次飛田一樣 破現站呢 我們就拍一個這個體驗的內容 裡面的畫面啊 然後可能再多觀看一點 我們就再拍一個那個洗的那個感覺 OK喔 洗起來 出來呢 預約好 好像會有專人在這邊 應該是這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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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這個 這個人嗎 對對對 有預約 你是小鈴 小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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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怎麼去這個 有自己的這個車 有專門接駁車 對對對 哦 OK 這邊就是那個神社 第一次來的客人就是 你們會先把他帶到神社 等一下會有一些 講解之後再走到店這樣 如果已經是熟客了 就是直接會接到店裡這樣 幫助大家有一個玩得更深度的一個體驗 我們是來這個歷史巡禮的 哦 了解整個日本這個產業發展的歷史 富有學士涵養的一部影片 OK 我們就是那個體驗一下 然後介紹 我們再出發去體驗 今天的這個泡泡魚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極緣神社 那今天呢 就會請這個小鈴薩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邊極緣的歷史 讓大家知道這個泡泡魚的這個歷史 怎麼會這樣誕生的 那他好像還會帶我們去 這附近一些店來逛逛看看 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就拍給大家看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深度的這個房間內啊 或是我的體驗的心得的話 記得按讚超過1000 我們就拍改一集 這個就是整個這個基元的一個程序 這邊的這個位置 地理位置呢 是在這個基元的溪口這邊 然後我們看到那個方向嘛 那個方向其實是基元的內部的一個方向 然後那邊有一條S型的那個彎路 這個彎路呢 也是從那個幕府時代就是這麼設計 然後呢 一直沿用到現在的 它東口 它對應這邊是溪口嘛 對應東口那邊其實也是個構造 它的目的就是房子外面的人 可以看到基元內部 那墊的部分是在哪個位置 墊的方向都在這邊 都在那邊 然後會擋住就對了 對對對 OKOK 然後呢 它的北口和南口沒有這個設計 是因為當時北口南口都是封死的 然後這邊的神社呢 就是在這個基元當地鎮守的神社 我們進去看一下 好 然後呢 一般我們在日本很多的這個旅遊景點 都會看到這個鳥居嘛 這個鳥居其實呢 它就是每一個神社的這個出入口 然後呢 一般的神社是不會供奉觀音像的 欸 對耶 目的呢 是因為有一個關東大地震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提出 我知道 一百多年前吧 有一個大震災 然後呢 當時這個基元這邊也是歡樂街 因為地震和火災 哦 當時就是花街了 對 花街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 就是從那個 哦 家康那時候開始的 其實在那之前也有 而且不叫基元 叫做偉元 那時候花街是哪一種類型 因為像是泡泡浴類型 或者像是飛田那種直接 泡泡浴是二戰之後才有的 就是最早的話 你知道中國古代那種青樓文化 青樓文化 它其實 我估計應該是古代 從中國那邊搬過來的 然後它裡面呢 就比如說每一個樓都是獨立的店鋪 然後一樓呢有宴會場 樓上呢有雅監 然後呢 我們客人跟女孩可以上到樓上 去接受服務 這個形式一直沿用到二戰吧 然後日本二戰之後不是戰敗國嗎 然後他們的政府其實在戰敗之後 就是完全就更換了一個新政府 相當於然後呢 那個實際掌控這個政權 那是現在的內閣政府 然後他們在當時二戰之後呢 他們就頒布了很多的新的法律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麥春防止法 禁止了女生的 給男生提供這個性差入服務的這個事情 所以呢 這個行業就變成了不合法行業 所以他們就被取締掉 他們這個新樓是做不下去了 但是呢 這些女孩也要生存嘛 所以呢 他們後來搞出了一個 泡泡浴的這麼一個形式 對 所以我們是去店裡面 付這個錢是付浴室錢嗎 還是它是付 其實呢 如果你是一位日本人的話 其實你要分段 要付好幾段的費用 首先呢 我們入場是有一個這個入浴費 然後呢 我們如果要選中哪個女生幫我們搓備的話呢 這個紙明費 紙明費 然後呢女生幫你搓備 肯定不是白搓嘛 這個要有一個服務費 所以真的其實會有很多多樣的費用 但是重點是 比如說像我們觀眾要來的話 這樣的話就是 我會覺得 怎麼收我一次錢又要收我一次 會很亂 然後也會解釋起來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把它統合到一起 大家就是一目了然 我花這些錢就是買到這樣的服務 所以比如說就是 直接用那個QR Code聯繫 可以看到網站就是可以有 對對對 線上客服 然後線上客服就會幫你去 根據你的這個喜好什麼的 幫你去制定相應的這個 付一次錢就對了 對對對 那所以所有的比如說時間都是一樣的 對 我們現在推出的就是 兩小時 120分鐘 對 然後呢 現在其實有一些在這個 集園裡面工作的人 包括一些女孩嘛 他們其實上下班都會出現在這邊 就會經常在這邊看到一些 年輕漂亮的女孩 他們過來其實就是來上香的 這邊香火呢 誰來都可以點 而且有長明燈 然後呢 有心的人會時不時的 往你投一些賽錢 其實我也時不時的會投 然後呢上香的目的其實就是 請菩薩 請這些前輩們來保佑自己 工作順利啊 多賺錢啊 少生病這些 花魁普通人是不接的 你要有這個一定的這個財力使命 然後呢 你約他的話 他不是直接給你服務 你要先請他吃飯 請他吃飯的這個事情 不是在他們店裡面 而是在 集園的主路 叫做仲之丁那條主路 貫穿西口洞口那條主路 在那個路的兩旁呢 有茶樓 叫做銀手茶屋 在那個裡面會包場 然後設宴款待花魁 花魁會帶著他店裡面 所有的這個人過來 這個宴會議場的話 消費很高 放在現代社會大概 一千萬日比議場 哇哦 江戶時期的 對對對 放在現代 哇塞 對 然後呢 那個這樣的宴會呢 你只開一場呢 花魁是不會認可你的 至少你要開三場 也就是說你光吃飯 入場費吧算是 就已經花掉了三千萬 那所以以前要跑輕樓這麼貴嗎 所以一些市民工商是沒有辦法 普通人是不會怨花魁的 約不起 花魁下面的普通女孩叫做 集園遊女 集園遊女也會分很多檔位 不同的價格 鬼滅之刃你看過 花街偏 對 遊郭偏就是在集園嗎 圓形就是這邊 那你們店裡面主要的價碼是 它是這樣 花魁的話是分為四個檔位 就是 超高級店 高級店 中級店 還有這個隔安店 一般大家說的那個大眾店 其實它就是中級店和隔安店的統稱 然後呢 大家說的那個高級店 其實就是高級店和超高級店的統稱 業內人一般就會把這個四個檔位分得很清楚 然後根據這個四個檔位呢 女孩的定價也會不同 然後最便宜的那種隔安店的話 兩三萬你就可以玩到 大概是四五十歲的 全部嗎 就全部兩三萬 不會再多說一次兩次三次 我說的就是大概什麼 OKOKOK 可能那種女生出來你會 就有點恍惚 你會覺得是你要給他付錢 還是他要給你付錢的證明 都是日比 日比 我說的日比 然後中級店大概就是 比如說四五萬啊 五六萬啊 大概是這個檔位了 這個檔位的話呢 你可以接受到服務 如果兩個小時的話 它可能也會給你做一些 比如說水床 氣墊床這些 但是呢 可能女生長得稠一點 身材胖一點 或者是服務稍微質量差一點 你就可能享受不到正宗的 泡泡浴的質量 然後如果想要玩正宗的話 至少要到高級店這個檔位 這個檔位的話 大概至少要八萬左右起跳 然後大概高的話 要到十二十五左右 然後呢 如果到超高級店的話 至少要十二到十五起跳 到最高 最高的話 其實如果能做到二三十萬這種 炮機的話 其實相當於是日本最頂流的炮機 這種炮機 他們一般很難接受外國人 因為他們自己有自己的這個 客戶群體 那所以外國人可以到的店是哪一種 外國人目前其實能玩到最多的 最高級的裡面的話 可能就是高級店 八到十五這個 所以下面的也都可以 下面當然可以啊 了解 但是大多數的店鋪是比較排外的 是不接外國人 就是日本人 他有一個骨子裡的一個排外情緒 這個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可能就是覺得 他會怕你跟他的溝通有障礙 然後導致呢 引來一些麻煩 比如說你 他和你吵起來了 叫來警察或怎樣 就很不好 因為這個畢竟是有灰色的部分在 那你們的店是 我們的話 本來是直接日本客人 然後呢 我們的社長 因為是在北京大學留學過 所以呢 他其實是想把海外的這個市場 慢慢的做大 因為他覺得可能日本 因為少子高齡的話 你也知道 就是消費能力可能以後的趨勢 是慢慢減少的 而且日本很多年輕人 現在在往海外跑 所以如果日本 將來不吸納大量的外國人的話 他可能人數會越來越少 那你們店是高級店 我們是高級店 所以你們的小姐 就是都可以接受外國人的 所以也要跟你們聯繫 我們要尊重 就是女孩的意義 哦 了解了解 對對對 我帶你從溪口走進去看一下 好好好 然後呢 我們從這邊就是 可以從溪口直接進去到基源 哦 這邊還沒 哦 這邊還沒 基源它現在其實分為 溪區跟東區嘛 溪區這邊呢 其實店鋪很多已經沒落掉 因為剛才跟你說了嘛 就是牌照其實都沒有再發新的 店坐不下去 然後也沒有人收購的話 我們就直接推平掉 改成這種普通的居民樓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有醫院 有這個幼稚園 嗯 對 所以就是這邊 其實慢慢的已經被生活區所侵蝕 那比如說像剛才 車子接送 一般會接到哪裡 直接接到店門口啊 第一次來的可能 我們會免費贈送一個 就是基源當地的一個 融化講解 其實就是在剛才我們 哦哦哦哦 那第二次以來的 以後來的熟客呢 我們其實就是會 直接會帶到店裡 我們看到那個信長 其實就是泡泡玉 但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熟很熟的熟女店 哦熟女店就對了 就是它的官網 就是比較熟的小姐姐 可能 熟查 這條呢就是洋屋 然後我可以看到 這邊有很多這個泡泡玉的這個店 立在樓上的那種牌子 其實大多數都是泡泡玉 那這樣我們要怎麼知道 它是什麼登記的店 其實你每個都有名字嘛 名字的話在網上都有 哦直接搜尋 那像你們是要預約嘛 其他的店是要預約 還是有辦法現場 現場能點到的女孩 一定不是很人氣的 因為這樣的女孩 它一定是待機女孩 待機女孩的話 也就是說沒有人點 沒有人預約 只有等著這種 現場來的客人 所以還是預約比較好 對你肯定預約的話 你會買到性價比 更高的商品 他們 這邊的話呢 除了泡泡玉以外 就是基本上就是 這種小神的Hotel Hotel其實就是 給那個一些女孩 可能晚回家 或者怎麼樣 就停在那邊居住的人 那他們是可以被 帶出去的嗎 不行不行 而且你在見到他之前 你是不能看到他本人 網路上的照片 是有的時候會打馬賽克 那現場的照片是不會 對 現場的照片呢 是可以給你看到 但是這個照片 你是不能拍照 或者是 不能上傳 不能帶走 日本是一個很注重女孩隱私 那比如說 是不是可以現場看到照片之後 因為如果他不在嘛 就可以在預約他的 之後的時間 可以啊 當然可以 你如果看到你喜歡的 我們可以幫你 把他的名字記錄下來 然後共享給這個 線上客服 線上客服就會幫你留意 他什麼時候有時間 然後再結合你的時間 店裡面房間的空餘時間 這樣就可以幫你 把這個預約敲定 有一些門口 其實會佔一些人 這個呢 其實就是俗稱的這個拉客的人 這個拉客其實在日本呢 它是違法的 所以你會看到 他們不敢亂走 他們只敢站在自己門口 如果有巡邏 他可能就直接縮進去 或者怎樣 但是呢 這種店 代表店裡面比較缺客人 如果店裡面都滿的 人道不可開交 不會有一個人站在外面 啊 了解 你就這麼想的 像我沖繩 幾乎是每一家都在外面 每一家外面都有人 經營模式不太一樣 像沖繩那種地方 其實它也是地廣人溪 就是 沒有像關東這邊的人口 其實是這麼大 關東這邊 尤其是吉原這麼火的地方的話 因為它是整個日本 就是泡泡浴 最大的一個集中的一個街區嘛 這麼火的地方的話 很多想賺錢的女孩 也會來這邊 現在是在往你們的店方向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到了這個 Kototajuru 就是你們的店 在吉原 就是比較知名的一個店鋪 這個店鋪之前拿到過這個 第一的這個排名 然後現在也是排名在前十裡面 最近應該 我剛剛看應該是第七左右 所以我們來的話 接待 會有一個人帶著你坐車來 你還是要自己來 沒有 我們一般的話 華人客人 我們都會就是 給您直接帶過來 因為大家 大多數都不會說日語嘛 然後也不懂 就會像剛才這樣子 我們從那個 日目裡的 出來之後 就會像你這樣子拿帶 我們會有專人 然後就直接帶到店裡面 帶到店裡面 OKOK 然後呢 那個這個店的這個名字呢 其實是一個法文 名字叫做蔚藍海 其實也是為了就是 有這個 我有那個 Google的 牌子啊 招牌啊 都是藍色的 那我們這一集 我們就已經到門口了 那我們就等不住了 忍不住 忍不住了 這個說出來嗎 要洗個澡 沖一下入浴一下 對啊 就說背嘛 對 那所以我們 那你臉怎麼紅啦 太熱了 太熱了 太熱要洗澡 所以不只接送來 結束還會送回車站 送回回到車站 當然如果你想自己搭計程車走的話 我們可以幫您叫 出租車 叫到這邊 然後你直接上車 那費用就是一樣 就是 不用再多加什麼車費啊什麼的 當然不用 就是一開始的那個費用 就是 完完整整的一個 不會再有另外的 亂七八糟的事 預約給錢是 預約的話呢 一萬日幣 然後呢 大家就是 很多都是用那個 現在大家知道的那個PayPal PayPal直接預約就好 然後剩下的部分 直接來現場 給現金就好 不是聽說說 通常這種行業只能負現嗎 對 然後那個 PayPal是我們的官方賬號 所以這個無所謂 哦 所以是不能刷卡 刷卡的話要20%的手續 哦 所以其實可以刷 可以刷 但是超貴 海外的卡 我們目前的經驗來講 很多卡刷不過去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還要很多的手續費 建議大家還是現金 大家帶現金 以免你到了這邊 玩不上 以免到這邊已經準備要洗澡了 最後是去那個大眾澡堂洗澡 對 忍不住了 下一集就是要來 進去店裡面 忍不住了 聽說是可以 難得可以拍到 內部的那個 嗯 沒問題 大家注意 定起來 然後按讚給他站起來 然後呢 我們可能還會再拍這個 欸我用這個 一架醬 戳完背之後 我們再來跟各位聊 一架醬 OK 好 下一集見 感謝小玲 沒有 那下一集還是你 那我們現在就 進去這個 男人的 快樂天堂 女人的神秘空間 哈哈哈哈哈 哇 首次拍攝到這個 泡泡浴的內部